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雞腿哥哥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款 自由漫畫長風型鎮板授權 據說是2024年新武俠卡牌手遊的瘋神之作 江湖無此多焦 光是聽到這個名字 各位想的沒有錯 在遊戲裡會有非常多位 而且又大又香的妹子登場 當中仰眼的畫面也是真的非常多 但這部影片我是打算以攻略為主 介紹微斧的方式來進行 那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吧 首先主線劇情方面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在闖蕩江湖的時候 不知不覺就建立起了後宮 不過在這之中 隱藏著不少愛恨情仇與江湖恩怨 整體的故事非常精彩 建議大家可以仔細看完 但我並不打算劇透太多 畢竟這也是遊戲的體股位嘛 接著戰鬥的部分是採取5v5的自動攻擊 搭配手動技能施放 但這絕對不是無腦戰鬥 因為在畫面右邊這裡 會有敵我雙方的出手順序 接著右下角也有隊伍戰爭的調整 所以整體來說還是有一定程度的策略成分在 那當然最基本的加速功能一定有 然後懶的手動玩家們也可以全自動 甚至是直接跳過戰鬥也OK 所以整體來說 輕度與深度玩家們都有兼顧到 接著養成方面也算是現在的主流玩法了 拿取的是格子培養 我們只要練這5個位置 之後替換上去的角色 都是等級、進階、還是裝備 都會直接繼承上去 所以不用擔心會練錯 可以輕鬆養成 但這款遊戲有一點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在升星之後 會獲得天步點數 可以自己選擇想要強化的屬性 這個就會因為各自的搭配 而有著不同的結果 不過其實大家也不用擔心會點錯 因為重置只需要時間就好 所以可以慢慢嘗試不同的搭配 OK那介紹的部分就到這裡結束 畢竟我認為遊戲還是自己體驗比較好玩嘛 接下來就進入攻略環節吧 好首先我建議大家在開局的時候 你們把所有的體力都拿去推主線劇情 因為這款遊戲裡大部分的系統 都是隨著等級跟進度開放的 而這些系統會影響隊伍的戰力 還有資源的累積 所以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推主線 因此體力十何的部分 我認為前幾次只要50金券的時候 是可以買下來的 甚至有能力的話全買也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的開局重點 必須以完成七日目標為核心 這個活動非常重要 因為只要完成所有任務 就可以把黃鷹培養到爵士等級 但黃鷹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可以獲得 但他真的是一隻非常好用的角色 絕體可以補血並且提升攻擊力 這個起手技能又能提升隊伍各個位置所需要的屬性 最後被動方面 可以大幅提升整個隊伍的生存能力與傷害 是非常好用的俠客 對勤一定要把七日目標全破 至於這款遊戲要不要刷掉首抽 我個人是比較不推薦 畢竟新手教學的流程比較強嘛 再加上我前面有提到 主線劇情會影響強度 所以刷首抽的時間不如直接開局會比較好 那這邊我會建議大家前期拿到的秋水令 都可以直接抽掉 直到開局心願清單為止 這個功能可以讓我們指定三名薩克 提升獲取的機率 那這邊我會推薦幾隻 我認為開局比較強勢 而且好搭配的人選 首先第一位是魏無音 他擁有非常高的傷害 而且可以快速減少對手 我個人認為擁有T0的強度 因為他的技能組自己就是一套搭配 首先絕技的部分 可以對敵方全力發動九段攻擊 造成112%內攻傷害 重點 如果敵人擁有異常狀態 魏無音造成的暴擊傷害 就會額外提升80% 所以我們的主隊重點 就是以異常狀態跟暴擊率為主 這個魏無音的起手技能 可以讓他在戰鬥中 第一次釋放絕技造成傷害之後 當對手的總生命值低於最大生命值的70%時 魏無音就可以立刻獲得500點怒氣值 接著再搭配上隊友的迴怒 就可以很快的再使用一次絕技 而且第二回合魏無音運動後 還在恢復500點怒氣值 這就是他強勢的點 可以很容易的打出爆發 但各位也不用擔心魏無音打下去之後 血量沒有辦法低於70% 因為在隊伍的位置上 雖然戰鬥中無法主動控制角色 讓我們可以通過養成速度屬性 達到提前配速的辦法 而且被動方面 絕世的所有效果 都會大幅提升魏無音的傷害 所以我認為培養起來絕對好用 至於要搭配魏無音的話 第一隻推薦人選 我是建議獨孤級 因為他們兩個只要同時上場 魏無音的暴擊傷害 還有命中率就會提升 而且獨孤級的絕技 會附加亂陣效果 這個就屬於異常狀態 加上亂陣會降低對手的最終減傷 所以魏無音的傷害 就可以大幅提升 接著獨孤級絕世舞的時候 只要沒損失10%生命值 就會提升我方全體俠客爆擊率2% 而且陽系俠客的最終增傷 還會提升1% 這些都是魏無音所需要的效果 所以他們搭配起來強度會非常不錯 距離第二隻推薦人選 我是建議善官妙宇 他的絕技會附加附刃效果 這個一樣屬於異常狀態 重點 附刃狀態的單位 在受到爆擊傷害時 都會使攻擊者獲得5點怒氣值 而魏無音的攻擊總共分成9段 而且是全體 所以受到附刃的單位越多 他的怒氣值就可以累積很快 另外上官妙宇的起手技能 可以讓他在戰鬥開始時 邦姆邦中頭牌的俠客 恢復400點怒氣值 提升魏無音絕技的施放節奏 而且被動方面上官妙宇也非常搭配 絕適合在戰鬥開始時 會讓所有方全體獲得絕城 提升10%暴擊率 和怒氣恢復效率 持續兩個回合 而絕似5 隊友在擁有絕分時 普通攻擊會讓其餘隊伍獲得50點怒氣 又是一招可以加快絕技的效果 因此上官妙宇也非常適合魏無音 甚至其他需要暴擊率跟怒氣節奏的隊伍也可以培養他 是CP值非常高的選擇 接下來關於隊伍搭配的部分 首先如果你們是無課玩家的話 我會建議你們可以使用這種T字陣型 讓隊友幫忙分攤傷害 以免坦克直接倒下 至於這5隻角色 每個人都會隨著劇情獲得 所以不用擔心會沒有 在散會方面 黃英身為輔助奶媽絕對是放在最後面 然後中心的眼衛 我個人推薦採藍或壁壺都OK 就看你們自己的練度決定即可 而剩下的就放在最前排 重點 胡彥之必須放在中間 因為其他兩隻的坦度比較低 所以千萬不要讓他們去砍關鍵的傷害 注意回合玩家們 只要手出就可以從這4位當中選一隻出來 但我個人當然是比較推薦魏無音 因為可以直接搭配初始的5隻角色 而想要選擇其他俠客當然也OK 至於基準 我建議就看你們的首抽有沒有拿到聯西俠客 否則強度會有差距 這邊我順便簡單的分類一下 魏雲英是通用型 如果隊伍都能塞進去 加過推圖都能使用 而扶翅棉則是切後 屬於打架特化的隊伍 玉小兒是中毒體系 打架跟推圖都OK 但造價比較高 不太適合無課新手 因為我雷奔開是盾反 一樣打架推圖都OK 像這樣比獨隊便宜 但一樣需要澄清才強 那我這裡要介紹的是 以魏無音為主的微科隊伍 陣型方面我們一樣是使用T字陣 而構成的話魏無音是主要出出 所以必須放在正眼的位置 至於T1的人選我建議是彩藍 因為序面的坦度比較高 而且後期可以提升隊伍的怒氣節奏 跟傷害還有坦度 所以陣頭的部分就會變成畫面中這個樣子 具有能力的玩家們 可以把秀棉替換成獨孤級 記得戰陣調整成X星 讓前排變成雙坦就好 但讓獨孤級的角色被動 也比較容易觸發 那如果有上關廟宇的話 隊伍只要撐得住傷害 就可以把黃音給換下來 如果不行就會換掉壁壺 這個樣子就是一套非常不錯的陣容了 我自己實際使用下來 打架或推圖的效果都OK 再來這邊推薦給大家 至於其他隊伍的部分 例如火燒、中毒、盾反、切喉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留言給我 也許之後可以拍攻略跟大家分享 然後禮包馬的部分 我幫大家準備好六組 我們先點擊畫面中左上角的頭像 進來之後就會看到虛寶馬 但我也不多直接放在畫面中給各位參考 想要複製的玩家們 可以直接去資訊欄或者留言區 我一樣會放在那邊提供給大家 接著就來做個總結吧 本體而言我認為江湖如此多焦 是一款還蠻不錯的遊戲 裡面的副本內容算豐富 可以玩的東西並不少 然後美術方面也非常符合我個人的胃口 尤其是CG的部分身體大 再加上劇情基礎 本身就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說 我個人是還蠻推薦這款遊戲的 真的可以體驗看看 最後江湖如此多焦 今天在全平台正式上線 立刻下載滿三天就送自選傳說俠客 而且只要通過七次任務 還可以領取六星爵士黃鷹 告別悲求就剩現在 那以上就是這次為江湖如此多焦 帶來的遊戲介紹與攻略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如果各位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記得哥哥我們下次見掰囉 -少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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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一醒 -少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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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